现在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啊 就是米粒他有可能是老来得子了 拿了两个罐头放这里 黑米奇兰 这是半袋狗粮 咱们现在拿着半袋狗粮 出去办个事去 哇 今天这天气 好热 这车里温度受不了 太热了 车里面温度最起码在四十多度 四五十度觉得有了 先出发 然后马上给大家说一下 准备拿半袋狗粮和拿两罐头干嘛去 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米粒之前走丢过一次 走丢了两天 然后我和我爸妈也找了他两天 最后呢 是让别人给送回来的 在别人家和一条小女狗过了一晚上 然后咱们都说 那应该是米粒被我收养之前的女朋友 但是呢 就在这两天呢 我妈和奶奶在村子里面经常看见 就是一条和之前米粒的女朋友长得特别像的一条狗在翻垃圾桶 而且看着像是怀孕了 所以说我妈今天专门拿手机拍的照片 发给黑米女朋友家那个主人 喂 这是不是你家的狗 然后说是 就是他家的狗 然后说他们他们家也说那个狗好像就是怀孕了 但是他们当时说什么情况就肚子不大 但是能看出好像就是怀孕了 所以说 现在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啊 就是米粒他有可能是老来得子了 然后呢 我现在就想着说是 带点狗粮我去看一下 去确定一下去 那条狗他是不是怀孕了 而且也确定一下 那条狗是不是就是米粒之前的女朋友 如果是的话 那真的得攻一下米粒 如果不是的话 那其实也无所谓 因为啥 因为首先可以确定一点的是啥 就是那条狗他现在已经确实还孕了 还有一点啥 他确实是在翻垃圾桶 因为一般狗狗还孕的话 就是很容易缺乏营养的 所以说我还是想着说 带点狗粮去看一下 然后我给他送点狗粮 因为翻垃圾桶 确实看着让人心里难受的不行 因为咱们自己是养过狗的人 就看不了这些东西 没办法 所以里面有时候养狗就是这样 他不像我养黑米和米粒 真不像那样的 应该就是前面 我记得应该就是附近这几家 好像就前面这家 先把车停到前面吧 下去看一下 那我去看一下 没关着呢 这个家 有吗 杨松 想有啊 没有剪下 不剥在哪 没有剪盆 没有剥吧 不剥这些啊 不就没有剥 要剥了 他就剥挖多菜 吃饱了 那把小狗菜拿了 拿个狗粮 还倒个狗粮吃 做兔嘛 小伙子拿一个狗粮 这个是吊的 这个是吊的 哦 我以为没有剥挖菜吗 没有剥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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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剥挖把铁子 来来来来来来 你这根本不是要剥挖的 没有剥挖 没有剥挖 没有剥 啊 这土豆 固执还是土豆 还没剥的 还没剥的 啊 看了就是 先把狗粮拿进去 剥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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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剥挖 来来 吃不吃 来过来 啊 那都吃饱了 吃不吃 这个味蚝豆 这个还吃不吃 他不吃 不吃 狗粮还不吃 不吃 你来吃哦 生菜生饭 又不吃 哦 觉得有点 太烟没骨 哦 来过来 不吃狗粮 来吃狗 来吃乖 吃乖 来过来 应该吃肉乖 还不吃狗粮 跳厉害 吃 吃不吃 他平常吃的就是 生菜生饭 没办法 反正几个人家瘦都不吃 你看他吃嘛 几个瘦都不吃 鸡肉罐头 鸡肉罐头 我才给人家不开锅里 你给他吃嘛 你应该吃啊 你应该吃啊 你应该吃 什么 不吃 不吃 你又倒一条 弄一条 吃啊 吃啊 不吃 素都不吃 哈哈哈 这那么微口 吃嘞吃嘞 是不是有啊 有错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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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摸一下啊 看他都说 你看够两个 掰个这个 掰个肉 乖都看他吃不吃 是我肚子里 你将我借了点 嗯 嗯 是不是有 嗯 不知道 感觉像有哈 嗯 吃了土 不都摸大嘛 这个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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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肯定是他们不玩 应该是有啊 应该是有啊 应该是他们都吃了 哦 他们都吃了 嗯 嗯 他跳不下 他跳不下 那你去他给他吃嘛 不吃 不吃 我这都好够了 他不吃 几个他 几个是不是吃了呢 没有 几个一天都没吃啊 没有 够着 热的 够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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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够着 喝点水 不吃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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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干嘛 哎呦 这睡在这里面 看不看到 来出来 来来来 走走走走走 来来来来 我叫不动 还不出来 他一般可能水在这下面 来 你能让他叫出来吗 你不能啊 那我怀疑他 快跑 你是不是快生了啊 一直找地方 是不是 一直躲在这下面 也不好吃饭 把狗娘就给你放那里啊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想吃 什么时候吃啊 走走 行了走了 先回家再说 走走走走 回来了回来了 哎呀高兴了 又出了这么 出去这么一小会儿 行了行了 走先回家 使真没想到 喂人家狗 人家狗子还不吃 宁愿翻垃圾桶也不吃 因为我这么说 像农村的狗 大家也看到 他们其实 大部分喂的 都是生菜生饭 生菜生饭 它是有味道的 它有咸味 有其他味道 狗狗它吃习惯那种 有味道的饭菜之后 所以它不怎么喜欢吃狗粮 也有可能是啥 人家这两天觉得不对劲 人家我刚问他们家说啥 今天那狗子一天都没吃东西 也不怎么喝 也不吃东西 就是往 刚才看不看到 就是那个帆布下面 那下面有一个 他睡觉的地方 就往那里面去睡 拿出那个罐头 我没想到都没吃 然后走的时候 我把那个罐头 狗粮全部放到家里面去 今天不吃 然后让他们家明天再喂 想看吃不吃 主要是因为米粒 也有可能老来得慈 然后看了一下 就是 它肚子确实是有点骨的 然后就是 下面大家能看得出来 是有怀孕的 所以可能还没到时候 如果按照时间来算的话 我不确定是不是米粒的种 我真不确定 所以只能说等过两天 人家生出来之后 再看一下 像不像米粒 说实话他就给我长的 也确实是 不如我家米粒好看 我不知道 我家米粒看中他什么了 哎 说回来 确实挺可爱的 因为像我们村子这边的话 就是 一般 你知道 你们知道狗狗吃什么吗 狗狗一般是吃那个麦夫 麦夫相当于什么 就相当于康 就是一般麦子它成熟之后 它就是 表皮会有一层壳 把那壳给它 压成末压成粉 然后就吃那个东西 一般村子里面都吃那个东西 还有就是剩菜剩饭 狗粮的话 我这么说 村子里面养狗的人 几乎不会给自家狗 买狗粮的 几乎不会 大部分都是剩菜剩饭 所以说有时候在想 没办法 村子里面养狗就是为看家后院的 就是吃一些剩菜剩饭 哪能像黑米米粒这么幸福 米粒之前过的什么日子 那也相当苦 只不过是跟了我现在享福了 黑米是啥 从小到大 没吃过其他的 一直吃的狗粮 你像咱们有时候对待狗 像对待孩子一样 专门给他们做一些吃的 做一些 做一些窝窝头啊什么的 但是你想村子里面其他狗 真的有可能连一对饱饭都吃不了 没办法 我也拐不了那么多 我只是说我刚好这两天看见 他在催子里面飞垃圾桶 所以说刚好让我妈问一下 还真是 我只能做到这么多了 因为咱们能力也有限 来来来来来吃饭吃饭 来 他们现在吃饭也特别和谐啊 你看看你俩啊 你吃的多多幸福 这个别人家狗子 每天又是罐头 羊腊还有干片 全部摆在一块 米粒凶啥呢 我刚说完你就熊 一般的话 米粒吃狗男的时候 会给黑米生一点 看今天生不生 黑米现在吃东西 比小时候斯文多了 我记小时候吃饭的时候 那是这样 转圈圈吃饭 狼腿火焰 你吃你的盯着人家干嘛 今天没给他生 你看现在 米粒不走开 他是不该吃的 然后每次走开的时候 他赶紧先去吃人家的 甜干净对 让给他留了几颗 留了一两颗 自己的 他自己要吃干净 我发现黑米每次吃完饭的时候 是不用洗牌的 甜的真干净